配方法 配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跟后面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后面我们还会再做到二次函数 我们来做这一题 这题是说 希望我们把这个配方法 画成这样子的形式 那么我们可以也是用对照 像刚刚那一题是不是有跟你做对照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 x平方减掉6x加9会等于k 他说这个东西跟他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k搬过来 因为k是系数 x平方减掉6x加上9减k等于0 x平方减掉mx加1等于0 这里我们就比较系数 这两个是一样的 是相等的 所以 6等于m 9减k等于1 k等于8 m减k 6减8等于-2 这题比较简单 这一题的原题 它本来是一个选择题 它说如果说 你看这里是一个二次项 这里是一个一次项 它要把它配成完全平方 配成和平方或x平方的时候 应该要加上什么 它就可以变成平方 那么主要呢 就是要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做 比较理想 像如果说它是整数的话 我们就很好做 如果说是分数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想成说 这个地方 好比说 这个地方的系数是1 没有关系 我们就写x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a分之2bx会等于两倍的前向 我们知道前向已经是x了 后向就是不知道嘛 对不对 后向 两倍的前向乘以后向 x消掉 2消掉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后向呢 会是a分之b 就会等于框框 所以应该加上什么 应该加上后向的平方 x平方减掉a2bx 它如果加上a分之b的瓜糊平方 前向的平方减掉两倍的前向乘以后向 再加上后向的平方 它就会是前向减掉后向的瓜糊平方 它就变成一个完全平方式了 好 它说这个x等于2分之2加减跟howl我们这里是从后面把它写到前面 因为我们从这一学期的一开始成法公式 然后一路学到这里 这一年在学的东西跟之前学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对于各位同学来讲是比较辛苦的 比较概念上面不熟 不像说我们在国小学数学的时候一路都很熟悉 也不过就是加减乘除 学完长方形学三角形 学完功课学功进 学完功分学功词都很熟 没有什么接不上的 可是在这个这一学期的内容里面 就跟我们之前学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 其实它的不一样来自于说以前都是学数字 数字好比说1234啊 0.5 0.3 1 3分之2 可是呢 它这里是学的是代数 就是说很多的项目 x向 x平方向 y向 y平方向 x y向 这是国二学的 好我们这里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做 同乘以2 变成2x会等于2加减更好2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2搬到左边 会变成2x减2等于正负更好2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帮它做一个平方 这里一样就是我们之前所学的是2次算算算算算算到后面 我们现在是从后面的答案再慢慢的算算算算回前面 刚开始不熟后面你就会越来越熟 好这个样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这里就会变成4x平方 减掉两倍的前向乘以后向是8x 然后再加上4会等于2 这时候我们再继续写好了 其实2可以先处理 那因为如果说同学不熟的话 我们可以最后再处理 约分约2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做一下对照 题目是2x平方减掉4x加1等于0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 这里是相等的 判断 A等于1 B等于2 嗯没有错 他说A加B等于多少 1加2等于3 很好的答案 1加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